哈囉大家好 我是佳佳可新手媽媽 也是台灣爸的視覺總監 同時也是 跨年101煙火秀的統籌導演 大家煙火秀看了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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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跟大家說嗨 那這些動物是哪兒來的呢 就是台灣吧的原創角色IP們 所以會看到石虎黃哨 會看到藍蒂、紅龜、黑皮等等 這些角色們 那我們在這個橋段也會看到一些 emoji的符號表現出來 為什麼會想用emoji呢 因為其實就是想要讓那個語言的隔閡消失 直接用情緒的符號跟大家溝通 我們這個橋段其實也會希望就是 大家可以跟你身邊的人說新年快樂 可以在這個跨年的當下 給旁邊的人一個親吻、一個擁抱 甚至跟那些你不認識的人說新年快樂 接下來我們動畫會分成三個章節 每一個章節我們有抓出屬於它的主題色彩 在第一章節裡面我們會看到小船出現了 它從城市開始出發 然後它會靈魂出鞘 變成一個光點 帶著大家來到一個奇幻的未知領域 然後開啟它下一步旅程 彩虹 你知道的嗎 第二章節我們在講的是自然生態 大家有發現嗎 其實小船它有一個自己的路徑圖 我們從北邊開始出發 所以我們往上是到了紅樹林的地方 然後我們這樣子畫了一圈經歷台灣 紅樹林之後我們來到海洋 海洋裡面我們會看到各種的海洋生物 像是海豚啊海龜啦 飛魚啊還有鯨豚啊這些 所以我們從東海岸開始上岸來到池上稻田 經過了太魯閣 再來到了一個動物加點花的場景 這邊就看到我們自然生態的豐富性 然後還有我們可愛的角色跟大家say hi again 大家也可以進一步的看我們在場景的裡面 藏了一些水果跟花卉 那這些都是呼應接下來會發生的畫面 再來的話從西海岸出發 看到風力發電回到了城市 第三章我們回到日常生活之中 這邊我們其實想要抓出來的當然就是 大家日常的共感 交通啊大家沒有想過交通其實 在你每一天的生活中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其實是脫離不了的 只要你從一個地方出發到另外一個地方 都會需要經歷它 其實有一些國外的導演 他們來看台灣印象的話 交通的畫面 車水馬龍的景象 也會是非常代表台灣的一種印象 我們這邊城市設定雖然是在台北 可是我們希望其實是每個觀眾 你不見得是在台北 你可能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鄉村 那些城市都套入你自己日常生活的印象 繞了一圈之後 這個一圈可能就是剛剛你經歷我們的畫面 台灣的視覺印象 最後你還是會回到那個屬於你出發的原點 你的家 我們其實都需要眾人的力量 保守大家平安 平安出發 平安回家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最後會看到 廟宇的平安 以及天燈的祈福 第四章我們來到了小船 靈魂出竅之後 光點的一個飛越 大家會看到它身後有出現三個顏色在追逐 其實剛剛我們有提到 我們針對三個主題其實有抓出三種顏色去代表它們 城市 燈黃 自然 藍綠 以及日常的桃紅 分別代表三個剛剛跟大家一路走來的主題 那我們最後會看到這三個光跟小船的靈魂就是做一個結合 他們再度釋放在小船上面變成非常繽紛的一個新的小船 這邊我們其實就想呈現這小船其實承載了不同的顏色 它承載了不同的價值 它承載著我們每一個人 那其實小船就是台灣 最後我們來到了中曲 這邊大家又看到我們的角色再度的出現 跟大家一起看煙火 那必須要說這最後20秒你們可能也看不太到畫面上是什麼 煙火很大 煙很濃 大家可能看不太到畫面 五分鐘的影片 盡我們所能的篩選出來 我們想要表現的元素給大家 希望可以呈現2019的台灣 以及如何我們一起到2020年 希望大家喜歡 然後祝大家新年快樂 Happy New Year 19年就是一個泡寶的忘記 殘寶寶的忘記 忘記了長久 小船會靈魂出效 然後畫畫成光點 開始來到了一個 再一遍 五分鐘的影片 五分鐘的影片 說長不長 太多了太多了 那最後看到了這個畫面 基本上可能你們也看不太清楚 因為 好看